12月3日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成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在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轨道上推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栗战书指出 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限制基础 根据宪法制定的澳门基本法符合国家根本利益 符合澳门实际情况 是一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好法律 澳门基本法的成功实践充分整理 自由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 才能全面准确地实施基本法 只有切实维护国家租权 安全 发展领域 才能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明镜 自由将澳门特别行政群拿入国家直立体系 融入国家华权打举 才能使澳门走向新的美好连来 栗战书指出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坚持一国两制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 他对全面准确有效实施澳门基本法提出四点希望 第一 严格依照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实施制 在特别行政区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限制 也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法制 第二 以发行事中央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圈免管制权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中央的圈免管制权 使首券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前提和基础 两者相互联系 内在一致 第二 任何情况都不能将这两者隔离宪法的对立起来 第三 继续简历检权 维护国家人权的制度机制 简决方法和遏制维护实力 干预澳门事务和警醒凤裂 颠覆 绳托 破本 持续加强宪法与澳门基本法的宣传推广 弘扬法制精神 劳固的树立器 尊重宪法和基本法的公众意识和自觉行为 王晨 杨洁篪 郭生坤 尤权 丁仲理 王毅 赵克志 何后华等出席座谈会 专程来经出席座谈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在发言中说 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最宝贵经验 就是全面准确实施宪法和基本法 坚持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充分发挥基本法赋予的制度优势 李佩玲 张晓明 马兴瑞 刘超华 陈端宏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 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负责同志 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成员 原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部分委员 原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部分委员 部分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澳门特别行政区部分主要官员和立法机构 司法机构的代表 以及内地和澳门的专家学者约150人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主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